各位医学系学生以及初步想了解 鼓肿瘤相关知识的医护人员大家好 今天来到我们对于单一肿瘤介绍的最后一堂课 也是一堂非常重要的一堂课 这堂课我们为大家介绍所谓叫鼓转移 Bong的Metastasis 鼓转移基本上它是一个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 在过往我们知道许多肺癌乳癌肝癌等 当它合并了鼓转移的时候 病患它育后比较不好一些些 甚至以前常常讲说 例如说我得了肺癌鼓转移 并有存活率可能只剩下几个月或多久 可这个观念在这几年来 在很多的化疗免疫疗法标靶的出现之下 这个观念已经大幅度的改变了 许多病友在使用这些药之后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它即使有一个Bong的Metastasis 病人整体的这个预厚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甚至它可以几乎survival了好几年 而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因此现在对于这个鼓转移方面的观念 以及治疗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完这堂课之后 能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 那在临床上我们常看到一个Case 就可以看到一个52岁的男性 然后过去呢有Long CA的Hitry 那原本的Long CA治疗的也都非常stable 控制了五六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有一天它可能complain在右边的髋关节的地方 有Sauners 然后其实complain这段时间已经非常多个月了 那时候一来我们一看到X光片 一看到右边的这个Prosmophemur的地方 从AP跟Lateral V看起来 在这个Metaphysus一直要往Diaphysia上面 都有一些Oceolytic的离选 所以这个呢可以判断它可能就是一个Long CA的合併 Bong的Metaphysus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谷转移 基本上谷转移可以说是发生在Bong里面的Maligrancy当中最多的一种 它的多多到什么地步呢 例如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像OGS Uwin Sacoma Condro Sacoma 这些通通加起来 其实呢都比它少很多 所以Bong的Metaphysus 它基本上它发生的这个比例 大概是40倍于原本的这种Primary Bong的Sacoma 也就是说一个病人来 它Bong它是Meta机会 它甚至是40倍于一般的OGS的机会 所以其实它发生的量其实非常非常高 那同时因为骨头上面本身是我们血流供应非常多的一个Organ 所以可以说骨骼是在人体的器官而言 仅次于肺以及Liver 最容易被一些癌细胞发生转移的一个器官 那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骨转移一定是原本有一个Cancer 然后转移出去的 所以当然呢 这个Bong Cancer的Metaphysus 大多时候耗发在45岁以上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病人来 那你看到它一照X光 一个不管Female或Humanus也好 一个Letion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你可以大致上用年纪来判断 第一个如果这病人如果是50岁以上 那我想你第一个想法一定知道 这个病人一定是Meta 那第二个才会想我们之前所讲的Condral Sacroma 那反观呢 如果这病人一来 它可能就10多岁 Bong上面有一个Lity Lation 看起来像Maligancy 那这时候你反而就要想 它是OGS的机会会比较高 而不是Bong的Metaphysus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年纪呢 在这个区分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首先我们当然知道 它的量比较多 那我们当然要知道 它来源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Bong Meta是转移过来嘛 所以从哪边转来的呢 那基本上会有一个排序方式 那第一名不管男生或者是女生 来源最多就是Lung 那第二名呢 女生就是Brest 男性呢就是Prostate 那第三名的就是Kinney 然后后面跟着Phyroid 所以就是说一来 基本上我们Lung跟Brest 或Lung跟Prostate 这两个机会是最高的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S光片的表现 来判断到底可能是哪一种 这个我们等一下后续会来讲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 这在国外教科书比较少 国外教科书常讲说 这个肝癌很少合并一个股转移 可在亚洲国家比较不一样 好因为我们肝癌发生的母数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这个Hepatoma 造成一个Bond Mass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 其实不能够算少见 好我们基本上发生的机会还是蛮高的 那另外有一部分的族群呢 大概10到15%而言 它是所谓叫MOU 也就是Metases of unknown 就是不管你去怎么查 你C Lung,Trade CT也做了 什么都做了 其实包括全身的Pattern也都做完了 你还是找不出它的Origion在什么地方 好这个叫MOU 好那基本上MOU的话 它基本上因为找不到很好的Target去治疗它 所以基本上育后香都会比较差一些些 可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许多MOU的这种病人 它最后你在治疗过程 就会发现到 其实它Origion还是防浪 好那可能原本上浪的离选非常非常的小 好很难detect到 然后可能治疗到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浪的这个离选 才会冒出中极来 那为什么一般的这种Casino 就是例如说我们肺癌乳癌肝癌 它会转移出来到骨头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所谓Casinoma 它本身是一种上皮细胞 它是一种epiceroid的一个cell 那这种上皮细胞的特色 它本身并没有这种transformation能力 也就是它这个上皮细胞 它没办法钻出本身的这个Organ 跑到血液里面去 再从血液里面去钻出来 跑到泵里面去 所以当一个Casinoma 一个Tumor Cell 它要能够有metastasis到泵的能力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两个 两个能力 一个我们称为叫EMT 一个我们称之为MET 所以EMT就是说它由上皮细胞 这一颗一个方方的上皮细胞 它会transformation变成Mesenchymal Cell 就是它会变成一个比较缩型的细胞 那这个缩型细胞就是我们叫Mesenchymal 那缩型细胞就会钻出我们的血管壁外 跑到血液里面去 然后到了我们要它要植入的这个器官附近的时候 它会钻出这个血管壁外 然后附着在我们的骨头表面 那附着在骨头表面之后 它为了在局部能够生长 所以它又从尖子细胞转为成上皮细胞 我们称为叫MET 那最后才可以造成一个Bond Metastasis 所以就是说这两个很重要 一个就是EMT 一个就是MET 造成一般的Casinoma 能够有这个能力转移到一个Bond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骨转移的S光片 刚刚有提到我们常常可以用S光片的情况 来判断它原本的Tumor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怎么判断呢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骨种的META 在S光片表现分成三种 第一种我们称为叫Ostoblastin 好久不见到这个骨头上面虽然有骨转移的 可它的骨头却不是用柱空来表示 反而呢而是形成更多很硬的这样子的骨头 可以看到骨上面 像这个病人Prosmophemur 或Arcytobium 都有一些Blasic很白这样子的离选在这个位置 好那基本上这个最常见 最typical的就是我们Prosetaceae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60岁70岁的先生 它骨头一站肯乱会痛 X光片一噪 就会看到很明显的Osteoblastin Lesion 那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这就是Prosetaceae 那今天这时候要赶快去会诊GU的医生 来评估一下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种也是比较常见 就所谓Osteolytic lesion 就反观它没有长很多很硬的骨头 而是用这种整个骨头 都是空洞的情况来做表现 那一般也很常见的 例如像Lung Cancer 例如像RCC Phyroid CA 大多数是用这样子的表现 甚至我们可以讲 这RCC跟Phyroid 如果它的Bom Metasis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情况来表示 就会很明显的Osteolytic 那对于这种比较Osteolytic lesion而言 通常Patient他会complain 比较容易痛会很不舒服 甚至于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它结构已经变得不好了 所以这种病人常常一来的时候 甚至已经产生Pathology fracture 已经病理性骨折了 才送到米韵来做治疗 那第三种情况呢 就所谓叫Mixed Type 所谓Mixed 但顾名思义 它就是有Osteoblastic 又有Osteolytic lesion 就像这个病人 左边Femur 可以看到这边很白 可是这边确实一个Litic lesion 这边很Osteoblastic 这边确实Osteolytic的一个情况 那一般我会出现而言 一般也会出现这种 Mixed Type的一个Metalases 大多数来源 就是所谓Broad CA 就是乳癌来的 乳癌最常见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偶尔呢 我们在Long CA呢 也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好 所以虽然用这个来判断 不见得百分之百准 但是可以很快的 很马上的 立即的 让骨科医生有一个Hint 知道说这病人Meta是从哪边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赶快进一步呢 去安排下一步的检查 甚至会诊当科医生 来为病人做一个治疗 那骨转移的症状有哪一些 当然它的症状也 也是其实我们骨科医生 最重要的目标 就避免这些症状出现 那这个我们称为叫SRE 叫Skeletal Related Event 好 那有四个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好 它会造成 这个Meta会造成 骨头上面会产生哪一些Event 最重要的就是Pen 第二个Pathological Fracture 第三个呢 Hypercalcemia 第四个呢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也就是说当病有出现 这四个症状的时候呢 其实对他的生命 或者是日常生活的生活品质 也会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 好 所以对于骨科医生而言 我们在治疗Bometa 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可以避免 或者是减少SRE 发生的一个情况 这非常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SRE当中 一个对骨科医生 就最直觉的 就是Pathological Fracture 我们该怎么去评估这个病人 他有没有可能在耳后 或当下 产生病理性骨折呢 然后才会知道说 我们到底现在 需不需要做一步手术 去做一个处理 那评估的标准 其实很重要 叫Mirror Score 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所以Mirror Score 就有四个图 就有这样一个图表 那主要是看一下 我们这整个肿瘤的一些位置 疼痛的一些状况 然后肿瘤 它本身在S光片下的特征 还有肿瘤 它在骨头上面 侵犯的一个大小 然后每一个呢 我们给它由1分到3分来做评分 所以可以知道 它最低呢 我们就会有4分 最高呢 会有12分 那利用这种方式来作为一个评估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肿瘤的位置 肿瘤的位置 如果说我们的位置是在上肢 那原理上拿到1分 那如果在下肢 原理上拿到2分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附近 Tricanthor附近 因为这边位置 受力是最大的 所以这时候会给它3分 那接下来看它很痛 痛的情况 如果就是痛到 几乎都是几乎靠轮椅 靠拐杖 这时候拿到3分 偶尔有点酸痛 这时候是2分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这时候是1分 然后原理上看 S光片的这个 如果它是一个 osoblastic lesion的话 就1分 那mixed type呢 2分 那osolitic lesion 因为骨头 注空的比较严重 所以那时候会给它3分 那另外来看一下 侵犯这个 Bond Canel的一个大小 小于1分 1分到2分 或者是大于2分 分别拿到1分 2分3分 所以由此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病患的S光片 还有它的一些 主数疼痛的情况 来给病患做一个评分 这叫Mirage Score 那如果说我们评分的结果 这个算出来是等于9分 那就告诉我们 在当下 就这几天 或这几个月 这几周好了 这个病患 它造成病理性的骨折 大概是30到80%左右 那如果是Mirage Score 是大于9分 那就告诉我们 在近期 它产生病理性骨折的机会 是80%以上 就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用来 可以让我们来评估 这个病患 会不会因为 病理性骨折造成SRE 然后提供外科医生 一个标准 说我们现在 到底需不需要 去针对预防 病理性骨折 而做一些处理 当然我们现在 很多观念已经改了 例如刚刚讲 这个Mirage Score 是用来评估 当下会不会骨折的情况 但不代表说 我们Mirage Score 分数很高 就必须开刀 分数很低 就不用做手术 这完全不对 为什么呢 假设我们今天 试想会 他可能是90多岁的老先生 他都卧床了 也没有什么在动 那Mirage Score 你评估完之后 发现有9分 那可能病患 平常都没有在移动 因为他都是卧床 甚至他只是靠轮椅 然后生理状况 也没那么好 那当然这个手术 就不需要去进行 那另外举一个极端点例子 假设一个病人 他40岁男性 他可能是一个Lung CA Solitary Meta 那原发的肿瘤 其实治疗非常非常好 那今天在追踪两三年 突然看到一个 左边HIP的一个Letion 那Mirage Score 你可能怎么算 就只有来个4分5分而已 那这时候 你还不要开刀 结果是还是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当下或未来 不会有造成 立即病理性骨折的风险 但是他原发的肿瘤 治疗得非常好 但是骨头上面造成一个Bone Defect 所以原则上呢 这个时候 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个Bone Defect 当作原发性的肿瘤 去把它切除干净才行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最后有关这个Bone Meta 要怎么来做处理 其实它分成两个大类 一个是我们对于 育后比较不好的病患来做处理 一个是对于育后比较好的病患来做处理 所以两个治疗方式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会在最后一份的演讲当中呢 为大家做个介绍 OK 那今天这堂课就很简单 为大家介绍 我们一般遇到Bone Meta病人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评估它的来源 还有说它怎么去评估什么时候 我们要进行做一个手术 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堂课的时候呢 都对于这个古转营呢 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我是吴博规医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